温州列车相撞事故发生后第八天 在温州殡仪馆陆续有遇难者举病火化 其中一名遇难者吕洪燕亲友来送他最后一程 灵堂上充满哀思 灵舅送往火化的路上 家属情绪激动 另一个40岁的死者林霄 灵堂上有上海铁路局的花圈 林霄的父母坐着轮椅见儿子最后一面 白发人送黑发人 亲友再多安慰心情都难以平复 提到部早前表示 会尽最大努力合情合理的妥善处理善后和赔偿 将每个死难者的赔偿金增加至91万5千元 但部分家属认为当局只是单方面提出方案 完全没有协商 还要求他们放弃追究权 目前接受赔偿方案的家属 罹难的亲友主要都是老人或儿童 而坚持要增加赔偿金额的家属 失去的亲人主要是壮年的家庭经济支柱 WOW TV 网纪小宝党